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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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Portcon 我们今集做一个 紧急录音 紧急录音 回顾头4集 Asuka 的小小的剧情 因为大家都看到不停尖叫 是的 平时我们不会尖叫的朋友都出声 那开始了 好 顺着下去说好吗 PS 了 如果你未看的话 今集是不要听着 就是这么多 否则我们会严重谈 拿回个剧透图出来 大家 在这里好停 再下去就 如果你们不想剧透的话 是 不想别人骂啊 好了 Asuka 8集已经来到一半了 我们看了4集 除了大家之后 我尖叫是什么呢 他向很多旧的星球大战 原素致敬 但他又有一些新的东西 加了下去 加了下去 这个又很兴奋的 逐集讲吧 我们第一集先好吗 第一集一开始就结反了 你听回我们上次的三个 节目 其实我们都讲过一下 有些中有些不中 很难的 很难的 因为不是每个剧透都很坚 有些估计到的 有些我们估不到的 有些估计到的 劫反这些估计到的 一开始是介绍了 Bailon和Shin出场 Bailon是很厉害的 由我们这位已故的演员 Ray Stevenson 演出 基本上每个演员都对他赚不住 可能是对他的专劲 一方面出于 我们现在看到他真正的演出 的确是非常有威严的 Bailon究竟 心里面有什么盘算呢 我们迟点说一下 我们猜是怎样 但我们介绍了Bailon和Shin 这个角色出场 我们上次都讲过 有一款太空船 他们用的太空船 其实都是一款Jedai Shuttle 就是Ata-class的Jedai Shuttle 在Cone Wars里面 我们都经常看到 劫船那一幕 其实我觉得是在看 第四集Dark Vader那一段 即是一开波打那条冷航那一段 其实有点似的 我觉得那一段是致敬的 我觉得那一段是有点似的 还有想起Rogue 1最后那一段 是呀是呀是呀 那一段是有点滚动的 再说一句 接着就Asoca出场了 场景就是一个古庙 我们在Trader也看过 现在能够在大一点的电视上看到 我们上次看过的石像 其实原来已经有提示了 如果你细心看 那些石像是有些红色的 漆了上去 但是掉了 但是它还有一些残疾在 你看到本来它应该是红色的 红色象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绿巫 所以原来这里已经有一个 很微细的这些置景的东西 给大家提示了 就不是我们之前估计 是不是古代Jedi留下的那些 或者Avada他们那边的东西 是的 往后讲讲第四集完的时候 我们再讲这个 是的 因为要看第五集发生什么事 没错 接着来到另一场打斗 这次就是Azoka一对五 你看到Azoka很淡定 是的 完全没有难度 对他们来说 他很有战术 一打五其实就不值得 他首先把另外三只击人踢开 接着我们看到胡扬教授出场 就是胡扬教授开飞机 来救他 提到一件事 究竟Azoka如何知道地图 在那里 其实他就是向Morgan逼供逼出来的 他用什么方法呢 他就说他不是用一些传统Jedi的方法 大家就估计他用了Mind Probe 硬去抽你的记忆出来 这个是一个接近Dark Side的 其实Mind Trick的进阶版 是一个接近Dark Side的异性力 其实我也见过 在第七集电影 Cone Wall常常有 Dark Wall常常用的 接着在第七集电影里 衰仔又用过在Ray身上 和基斯 基斯也用过一次 开头的时候 是的 卡尔罗兰是有这个能力的 是的 他们回到艦队那里 Hela出场 Hela出场的战艦 就是Home One Home One 就是Return of the Jedi 艾伯上将的武艦 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同一个场景 就是Return of the Jedi 开会 即是《港公打死亡星》 开会的会议室 完完全全还原这个场景 接着就到Sabin出场 在实验出场之前 我们先见到 阿沙迪 阿沙迪在Return of the Jedi 如果有看卡通的 我们上次也介绍过 本来是露夫星的总督 但帝国来到 就占领了露夫星 他就变为佳下策 Eswar解放了他 他就和他们一起 组织这个叛军 去反抗帝国军 阿沙迪就再次成为 这个露夫的总督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他这个角色 是由Return of the Jedi Clancy Brown 飾演阿沙迪的真人 有另一个角色 但不是配音员飾演的 就是Jakal Jakal 其实是Ezra的朋友 就是渗入帝国学堂的时候 的朋友 反抗运动成功之后 他就被选为参议员 接着我们看到Sabin出场 明场面 上次看过很多个 但是有一件挺有趣的 就是R9机械人 R9机械人 我们上次讲过 是一个有问题的机种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他怕死的 在这里就看到了 他有一种 怕怕的表情 走出来 就缩下头 在机身里面 对Expander Universe 的粉丝来说 又是一个点子 另一个Sabin身边 又是一样 大家又是呱呱叫 就是一只猫 就是乐科猫 看资料 根据演员他们自己说 是一只真猫 真猫的意思是 不是CG 是一个Animatronics 的机械猫 但就做到非常像真 他们用了 做古古的技术 做了这只猫 所有东西都是Animatronics 控制 用小量的CG去辅助 例如有些动作跳上跳落的 我相信就是用CG的 是 但大部分时间 它都是一只Animatronics 的机械猫 这个猫 爱猫人士就非常之 开心 对了开心 就连带一个问题出来 就是猫 跟着怎么样 就没有再看过了 在两集之后 是的 究竟哪个照顾那只猫 究竟哪个照顾那只猫 这个又是一个 令大家心里面 有些事情顶着顶着的 戏戏燕 是的 年代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问 Sabin究竟多少岁呢 在电影里面 我们又看资料 计算 Sabin出生的年份 应该ABY21 即Cone Wars 始终不久 到Azoka 这个剧集里面 我们上次数过 因为约莫是ABY 之后的9至10年 所以如果计算 Sabin应该是28至9岁左右 是 那和他的演员 Natasha New Rodizo 真实年龄 是差不多的 是 说到年纪 其实有些不一定的事 因为有时 他们坐太空船 如果不是hyper space 是用亚光速飞行 理论上是有 time donation effect 所以他们应该 比他实际年龄 是年轻一点 其实他们也 演员放了很多时间 去做训练 根据Rosario Donson 自己说 拍Azoka之前的准备 是一个星期七天 都在训练 每天最少做两个钟 练剑 体力 尤其是因为Azoka 是要用两只手 都要拿剑 他要令他的左手 和右手 同步 他放了很多时间 去练剑 但是他有个底子 原来他本身是 台拳道 黑带二段 其实我没什么认识 如果有认识的听众 可以告诉我 其实黑带二段 是去到哪里的Nelpho 但我相信 应该是中级以上 所以你看到他 做一些打气 就是头头是头的 是 会不会因为这样 所以选择 我想也有一个 原因 你看到第三集 以前也认识得非常健碩 虽然那里有剃身 我相信 一会儿说第三集 再说吧 另一样大家 争取得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Sabine被人刺了一剑 为什么不死 是 这个要说回 剑伤 这件事 大家看到 拿出来比较最多 就是在前转第一集 刺了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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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刺了一剑 竟然还有得够的呢 有几个因素 要考虑 留意 第一 如果你看回第一集 规刺了一剑 被人刺中的地方 刺中的地方 刺中中间的 应该是插穿了一剑 刺了一剑 基本上 你所有的神经线都切断了 究竟 Light Saber 的 伤害是如何 我们知道 它本身是有质量的 Light Saber 的原理是如何 它本身的剑刃是有质量的 它经由一个Power Cell 有能量穿过一个Crystal 就用一个Crystal 即是用水晶 去集中能量 再投射出来 但那个能量束里面 是有质量 是气化了的金属 跟高达差不多 高达差不多 劍刃是有质量的 而且是高热的 所以被劍刃切断了 理论上你的伤口 是立刻会碳化的 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立刻变化了 对了 立刻变化了 所以理论上就不会被噴血 但在第四集里面 在酒吧 OB-1斩了外星人的手 在地上 地上不是有血 是 这个他们后来说 因为阻止劳卡斯 那时还未够计 究竟光剑的物理是如何 所以他们做了血在地上 即化妆动具 做了血在地上 后来他们争论是什么 人人不同的 即外星人的生理 跟人类也是不同的 这个可能跟血压 或者各样东西有关系 被这个激光剑斩中的时候 你究竟会不会流血 这件事呢 那就是因种族而异的 即埋口速度不同 对了 即可能你的血压高一点 你会撞穿了 那个伤口也不奇怪 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对了 没埋口之前 噴出来的血压 对了 即拖下去的东西 就已经噴定了 对了 接着就已经埋口了 好了 那剑箱究竟是粗 还是有这个问题 大家又在网上 讨得很厉害了 实际被人刺中了 好回 在第二集的时候 我们见到好回 只是一个 这个约是5元银那麽大 那剑究竟是有多粗 你看到不同集数的星球大战 其实粗又有不同 第四集 其实是比较幼的 但是之后所有星球大战 都见到是比较粗 他们拍的时候 要用一条管做一个替代 之后 游回那条管 在菲林底游回那条管 以前用手游 再先进一点用CG 但是你也要游回那条管做一个发光的 所以变成那个本身有一个粗幼度 就见到我们在前转里面 见到的比较粗 但是回到动画的时候 你见到菲林底的取代 在Rebels的时候 把剑是明显幼了 真的好像日本刀那样 所以伤口 理论上 不会是太粗的 这个我们又看回文字的描述 我们看回索龙言穗的小说 Timothy Seng 写的小说里面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描述 来自索龙言穗 在索龙言穗三部曲的第二部里面 就是《Dark Force Rising》里面 在第23部里面 Luke Skywalker和Mara Dre 为了救Karay 他们就潜入了索龙言穗的 Star Destroyer 即Chamera 他们潜入了Chamera 索龙言穗 发觉有人潜入了他的Star Destroyer 因为一直有死体 有人一直报告 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索龙言穗已经猜到是谁 他的手下去看那些尸体 报告索龙言穗 No Confucian Commander 提醒他们 找他们找尸体上有没有很幼的切口 而切口是有碳化跡象的 当然找到 意思就是 这是用光剑造成的切口 所以最重要的是 Microscopic 非常幼的 如果被光剑刺中 戒中或者刺中 其实切口 就不是大家想象之中 那么大 为什么双口会扩大 可能就是 你刺中的时候 你一双两双 就会令伤口扩大了 即是摇过 是的 所以你看到 索龙言穗被刺中的位置 应该是 腸和胃之间的位置 就不像骸光那样 被刺中主要的器官 所以如果救得快 索龙言穗是会救得回的 不过这么说 Darth Mole被刀开两半都不死 是的 还有我觉得如果你要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第四集 Darth Vader 一刀拖下去OB-1 那时候 R OB-1就会整个消失了 即是你 这么久以来 都没有解释过 你讲到OB-1之前也是 其实三子也是被Vader刺中刀 但也是不死的 是的 所以这个 不要拗了 就不要拗了 我想肺朗尼也想过 所以就刺中过 旁边就不是刺中中间 因为很明显是刺中旁边的 是的 救得快是有得救的 你基本上已经见到 阿蘇格跑过来 是的 就不要再拗了 不要拗了 也不要用来笑 麻烦 接着另一个 另一个 眼前一亮 就是Ivanashenko飾演的Shin-Harty 造型又很突出 他作为B-1的徒弟 我们看到B-1是一个 不是Siv 上次我错了 是Fallen Jedi 或者是Dark Jedi 他们以前是一个Jedi 看来B-1自己收了一个徒弟 亦都跟着Jedi的传统去训练他 为什么呢 你看到他的发型 他有一条鞭子掉下来 有一条巴达湾 象征着巴达湾的鞭子掉下来 后来大了之后就从事演艺行业 Shin-Harty已经拍过几部电影和电视剧 这一套令他真正入屋 彈起了 在一个访问里面 他就说 因为Shin-Harty这个角色 是没有背景的 是一个新的角色 Dave Filoni跟他说 不如我们大家坐下 一起量一下这个角色 背景是怎样 造型是怎样 所以他其实是有参与到 创作这个角色 怎样去想演艺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就想象 Shin-Harty这个角色 是一只西藏的高原狐狸 即是那种气场 就像一只准备去捕猎的西藏狐狸 所以你看到他的神态也是 头部就特意弄到向前微微凸凸凸 有少少寒背 整个形体他都想过怎样去演艺 当然除了他的眼睛 这个是挺有趣的 如果你有留意他的Instagram 你看到他经常贴有关乌克兰的消息 他自己过去几个月 也回过乌克兰去探过一些孤儿园 尤其是他现在出了名之后 也都是对乌克兰人来说是一个光荣 还太平洋有他的份 还太平洋第二个 其中一个小孩负责 哪一只呢 我不记得再看一看 他是其中一个小孩的驾驶员 怪不得这么熟悉 昨晚看了 哦 那来到结束 结束的乐曲 又要讲一讲 今次Asoca 这个系列 音乐是由Kelvin Kenner 负责的 大家如果有看Kone Wars 和Rebels 都会很熟悉 Kelvin Kenner的音乐 其实不是他本人一个人负责 他是父子当 他主要创作了一些主要的旋律 他儿子就会帮他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和编排乐器各样东西 这次你看到整个感觉 他都是很星球大战的 他选用的编曲和乐器各样东西 你有那个感觉 真的好像在看星球大战 而且片尾曲 你留意 首三分之一 就是Asoca的主题音乐 在Kone Wars和Rebels都有出过 后面那一部分 就是Sabine的主题音乐 如果你有看上次 上次讲过Trial of the Dark Saber 那便会听到这首音乐 那就下去第二集 第二集 第一集 Sabine醒醒 Asoca回到Sabine的家 其实就是Azora的家 通讯塔塔里面 看到Asoca掌握到一个新的技能 就是Retro Connection 或者我们叫Force Echo的技能 就是可以利用透过对Force 查阅在那个地方之前发生过的事件 这不是新的 其实在Kone Wars里面 Kralen Wars是有这种技能的 在上次你打的游戏 Kalcutta 也都是天生 男主角是天生有这个技能 是 Asoca现在也训练到自己有这个技能 就证明了 其实Asoca在 Rebels到Asoca系列中间 这麽多年 她是没有偷懒的 她一直在学着新东西 好 接着 另外值得拿出来讲一讲 就是 地图 地图在上一集被人抢了 我们也看到地图是怎样打开 要好像扭机式 扭一下扭一下 扭一下 扭一下 其实它根本就是一火扭机式 真的 拿回原装的产品出来 星球大战就是喜欢这样 用一些现成的东西 弄一下弄一下 改一下 就变成他们 加工 就变成在星球大战里面的道具 这个地图 这个波波 也不例外 本身是一个 类似扭计式的产品 就是一种立体批数 换具 自从在RPF 就是Replica Props Forum 判断了这件事之后 Amazon马上断了线 不救之后 淘宝也断了线 那我见你的朋友 都不断出铺 哪里有得码 其实在 你讲到这些Propsy之后 不仅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的 Boba Fett 也有一个工具 其实本来是一个 手提 旧式的手提电子游戏机 那Suka就 回到Subin那里 找回他没有毁灭的机型 摸了他的头 交给Subin Subin就用一个解码器 拼在头上 将记忆抽出来 那Subin手持这个解码器 其实也是一个 八九十年代的电子游戏机 应该是日本生产的 也将它改头回面 就变成了一个手提的道具 在Star Wars里面 其实是充满了这些东西的 那以前的激光剑 你们都要找一些元件 是不同的东西砌出来的 是的 我们再说是由什么砌出来 我们再开一集 说星球大战的道具 才再说 有趣的是 大家很快就找到这些东西了 我相信他的制作组 在这些电视节目的制作 开始之前 应该走到野兰 其实外国也有野兰 买仓底货 二手玩具 在eBay上掃了五兆 这些东西 加工改造 变成星球大战 他们现在的电视系列里面 用的道具 其实挺好的 又不用特意找3D片 停篇新的东西 我起码不用想型 加一些配件 就可以把东西变成新的东西 没错 星球大战真的充满了这些东西 另一个就是 我们今集看到 Chopper出场 提一提 Chopper 为什么叫Chopper 有朋友就问了 看Chopper的编号 它叫C1-10p C1-10p 如果你把这个字拼在一起 就变成C-H-O-P Chop 所以它的花名就叫Chopper 其实就是它的编号拼在一起 讲开 Chopper是一个恐怖机器人 如果在以知的星球大战 正史里面 它是杀得最多人的几十人 网上有人统计过 它起码杀了5000个帝国军以上 包括引爆战艦 引爆帝国军基地 各种各样 将帝国军由空间轟出太空 加上是超过5000个Qscore 所以Chopper不是善男信女 而且很喜欢骂人 看得出来 拼嘴 有屁气的机械人 它是比R2早的一款机械人 就已经消失了 在星球大战世界的设定 再看一看 接着另一个 今次我们看到的 真的有些气氛的角色 就是马洛 就是死静的判官 跟Azooka交战 在船奥那里 大家就开始猜 Azooka就很帅 对 被她的剑 最后收回的剑 很帅 被她的剑 很帅 很帅 即是那一刻 側身是非常帅 很帅 在船奥打那一场战 不,因为那一刻 我先補一下 因为那一刻 Elegant做过一次 在空窝里架套 又是不知怎样 避开某些东西的时候 Elegant是缩一缩 然后又避开了 她两个是 有个动作是差不多的 这个非常帅 另外一件事 大家就问我 那只运输船后面的两支大炮 在Phantom II追她的时候 那两支大炮就打希拉 但是那两支大炮 竟然好像二战那些对空炮那样 就会爆开的 究竟是雷射还是弹头来的呢? 这其实是没有一个定案的 如果大家看回以前的星球大战 尤其是四五六集的时候 Turbo Laser炮的确确都会爆开 但是爆开的时候是一片闪光 这个如果看回星战的百科就说 其实Turbo Laser是有一个 它的能量是很大 但是每炮与每炮之间的延迟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一到射程尽头的时候 Turbo Laser那道光 其实是有质量的 我们说过这些在星球大战的Laser 那会爆开的 所以你看到会有一下闪光的 这个在以前的电影里面 看得很清楚是有的 但是它这次加入了一个效果 就是烟火效果 就有黑烟出来 大家就在这里怀疑了 究竟这个 黑烟是Turbo Laser 是不是有弹头的呢? 它射出来这些 这个就不知道了 要等它出新的白火更新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看到解释是如何 但是我相信它加这个 就是为了一个视觉效果 第一件事 在船号这一场戏完之前 亦都有一些彩蛋在这里 譬如我们看到 他们用的太空船 新共和国还在用空窩年代的 Gunship 嗯 我们看到的 但是Ping Skin 当然不同了 接着讲到去哪里 我们抽点重点出来 Sabin剪头发的时候 是 那它那一刻 你上次不是铺了出来的 一两张照片拼在一起 它拿刀的那一刻 是呀 师傅拿刀的那一刻 和Kalin拿刀的那一刻 是一模一样的 是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它们用刀的仪式来 在星球大战里 就是传承 甚至可能是Jedi的仪式 都很奇怪 但是为什么Sabin 才会认识这些Jedi的仪式呢 因为教过它那时用 黑剑 是的 这个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 稍后再回到这件事 另一样 大家多点资料 多点资料 我们再回到 或者在后面 说一说我们的理解 去到这一集结尾的时候 我们看到 Sabin回到复壁画前面 有一些朋友就说 是不是抹了Rebels后面的尾巴 现在重新拍过一个真人版 其实不是的 是两个分别不同的事件 Rebels的结尾 和Sabin在第二集的结尾 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不是新的取代了旧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断定呢 第一 如果你看到场景 在Rebels里面 那个会堂里面 你见到门口 是有碎石在那里 是烂了的 但是在新的第二集结尾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伸促促的 整裂的 这个已经象征了一个时间的过去 另外一件事 我们为什么知道是过去了 因为Sabin上回 Asoka那艘T6太空船的时候 他在游荡到床位的时候 他看到一些童鸭是自己画的 即是说 在对白里面 我们都知道 其实Sabin和Asoka 是相处过一段时间 在这艘船上 意思是什么 将这一场戏拉下来 两个礼堂壁画中间的时段 Sabin和Asoka是相处过一段时间 就是这段时间 因为曾经收过他做的 对了 Sabin就拜了Asoka做师傅 当然他们不合格 最后不合格 就分手了 但是这个是两个相互的活动 所以这里大家搞清楚 就不是新的取代过旧的 Sabin是认识到胡阳教授 他经常跟胡阳在斗嘴 这场戏后 我剩下来就看到Balen和Morgan的对话 就是在Morgan的太空船上面 就是这个超级Hard drive ring上面 他们的全式像投影的技术 就跟我们在星球大战平均 建立的技术不同 是有些好像沙的流下流下的 这个Hologram 不知道是不是令我想起Foundation里面 那种Hologram 是一个挺好的 原来女巫他们本身用的技术 可能跟我们在星球大战里面 看到的传统技术是不同的 不行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聊一聊 那跳到第三集 第三集的导演 其实跟第二集导演是一样的 第一集就是David Verlone自己导演 第二三集就是Steph Green导演 是一个颇有经验的女导演 之前亦都参与过Boba Fett 很有经验 你刚才提过 Watc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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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立那部Watchman的电视剧 他是参与过两集的 是的 他有一些 都是一杂一杂的 Luke Cage 他试过做 亚马逊的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一个很有名的小说概篇 电视剧 他也有参与过 这两集的气氛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以一个星球大战 他是掌握到星球大战的呼吸 那种默默的 他做过气氛是非常之好的 一开始就有一个练剑的场面 如果说到有星球大战的气氛 看到Sabine和胡杨教授的练剑 你看到Natasha 这个练剑的 非常之大 虽然我觉得他是用了剃身的 也有一个大家谈论的事情 就是Ferloni 把练剑的练剑 套入名字 叫做Satoshi 戴着头盔 看不到东西 全憑感觉去练剑 Satoshi 是向日本的 一个很出名的电影系列 座头士 就是盲盒 Satoshi 名字去致敬 他用了Satoshi 他的音 差一个英文字 那为什么叫座头呢? 座头是日本江湖时期 盲人的一个阶级 其实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 你那里讲一点点电影历史 有一些职业 只是这个阶级的人可以存在 包括按摩、针灸、彈琵琶 三味线这类的 或者法师 在盲盒这个系列里 聖身太郎 是饰演一个盲人 暗窩师 当然他是一个行合仗义 他在棍子里拔出了 也是反手刀的 也是用的 这个是完全向座头士 这个系列致敬 我想盲盒应该有很多人 可以看 北野武在2003年 拍过一次 后来没耐过几年 孙哥也是拍过一次盲盒 所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盲盒这个人物 他在这里向盲盒致敬 自敬第四集 对 Luko和B1练剑的 对 对 全人都会有弱 只不过有些人天生有些才能 可以立即掌握到 前转来说 有这个猿虫 在每个人身体里面 只不过是多还是少 而且每个人都用到 这个猿力 只不过猿力 究竟是用在哪方面 譬如Han Solo 它是开战斗机 或者开飞机 特别有能力 在那方面 不同人的专注能力 和长处是不同的 力量 用在不同的地方 是 其实应该是这样解释 所以 佐治努卡斯的对话里面 他也用了一个杯 来做一个举例 他说 这个杯放在这里 我是可以把杯扯到我身边的 但我没有受过训练 但如果我经过训练 开启了 我这个集中力 能力 那我就可以用到 正确实 Date Ferroni 就把这段 说话 就写成一个 两人之间的对话 就搬进去 Asoka这里了 为何Subin在那里 尝试拔这杯 这个挺轻松挺好笑 但整个墙口的灵感 其实就是来自 而佐治努卡斯 对The Force解释这段说话里面 所以是有根据 这个是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的神 告诉你 这个理念是很多年 没有人再提过的 自从前转第一集 就没有人再提过这个理论 就不是Date Ferroni 作出来的 Date Ferroni 是库 佐治努卡斯的 在这个墙口里面 好 另外我们就看到Hera出场 亦都看到Hera 带着 即是他和Sanitar 拗完 应不应该用 新共和国的军力 去查这件事呢? 查这件事 跟Sanitar拗了一段 跟Sanitar拗完 你看到 整个议会 都非常立落 Sanitar拗完 也怕事 以为经过Battle of Jaquoo 之后 帝国军就完全吓解了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看到 这个新共和国 都是一个友善的职场环境 为什麽呢? 因为Hera 可以带着儿子一起上班 他的儿子 上班 那你就见到 Jason Sintola出场了 就是Hera 和Kaelin的孩子 Jason又说 想他做Jedi 嗯 嗯 那他会不会去到 Luke的Jedi学院呢? 如果他去了 Luke的Jedi学院 他的命运会是怎样呢? 因为有人计算过 他的年龄 他其实应该走了 他应该离开了 那间学校 他说 如果是去到七八九的时候 他应该是二十多岁 他应该满了识 走 Jason 这个名字 其实现在看到了 原来也是向 舊的EU 有一个致敬 Han Solo 是两个巴生子女 Jason Solo 和Jaina Solo Jason 就是用藍械字局 哪个名字 但是他之后 其实第三集的对白 相似简单 资讯量是非常高的 知道 是的 胡扬教授和Ahsoka的对话 里面 就提到很多东西了 胡扬教授提到了 Mandallorian Jedi 这件事 曼特罗人成为绝地无事 原来不止一个 他暗示是 除了Visla 家族之外的始创人 还有其他Mandallorian Jedi 只不过很少 亦提到 胡扬教授 亦提到 和Ahsoka在斗嘴的时候 也提到 始终你是来自一个 喜欢创新的系统 来自一个非传统 绝地无事的系统 短短一句话 他就数了很多Jedi Yoda数下来 Kangduku Kangduku是非传统的Jedi Kangduku Kangduku肯定是非传统的Jedi 接下来就是Obi-Wan Obi-Wan 其实也是非传统的Jedi 虽然他很想变回传统 他很想做一个正常的Jedi 但他也是一个不正常的Jedi 因为他爱上了曼达安人的女王 曾经有说过 我随时不会再做Jedi 他打算为了他放弃做Jedi 随时离开这个绝地无事团 接下来就是Elecant 不用说了 Elecant之下就是Ahsoka 你可以数一下整个系统 那Luke算不算呢? Luke其实是Under Obi-Wan 和Yoda 是Elecant之下的 是的 那你计算一下 Ahsoka应该是Luke的施者 可以这么说 那以后他们两个 会不会再有多些场面出现呢? 这个不知道 要完结了Ahsoka这个系列 我们才知道 还是限于Mantallorian 那里面呢? 希望 希望 这个也衍生了一个问题 为何Ahsoka肯定训练Sabine 而不肯定Gooku呢? 大家就在网上爭論这个问题了 胡云教授也提过 他现在这个设计 Jedai Order 其实约1,000年左右 那就是刚刚match 之前Hi Republic 即是他应该跟Siv 有一次大战 然后才到Hi Republic的年代 那这个就是刚刚 即是迫回到Hi Republic那里 另外这集 我们又看到 追逐的场面 我觉得真的很深厚大战 他将旧的东西 重复做一次 但是你又不觉得他旧 他有回星喉大战的味道 即是譬如 又是这样 有些战机来追逐 他们坐着太空船 被战机追着打 那这个是第四集里面 很明显是向第四集 其实他是Redbox里面 已经做过一次 是 他同时又 在一些很窄的环境那里 即是穿插 那些那些 好像第五集里面 Han Solo 在银石裙里面 是 穿插在银鱼尾那里 在银鱼尾那里 在银鱼尾那里 就好像 令大家想起 Han Solo 在第五集 即是千帅银 在银石裙里面 穿插那样东西 所以他将这些元素 放回去 但他扭一扭 他又是一种新的东西 出来 譬如Shin Hardy 那些战机 你会想起 零式战斗机 即是形状也很像 是的 连音效也很像 那又向回 二战战斗机 完全是向回 二战这些战争片 致敬 本身你知道 星球大战 阻止路加斯 很多这些 场面的灵感 亦都是来自 二战电影 所以他将所有东西 放进去 搅拌在一起 出来 我觉得 似曾相识 但又很好看 后来我们再问Vicky的意见 如何 加上音乐 令到大家很兴奋 又是尖叫了出来 另外 Asoka 那件太空衣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他的肩膀 其实是有 旧共和国的标志 其实是古党 而且他那件太空衣 和空窩 那件太空衣 又不同 是的 有点不同 新设计 不过 我觉得挺漂亮 很少可以在真人版上走出太空 在甲板上 打 是的 印象中 是不是第一次 你勉强可以咬第九集 不过 不要啦 下午夜 你觉得有点新鲜 虽然在动画里面 做过很多次 但是在真人演出来 看到有多开心 第四集的导演 就是Peter Ramsey Peter Ramsey很出名 如果喜欢看蜘蛛盒的朋友 我相信 不陌生 他本身是一个很出名 卡通最新那套 本身是一个很出名的插画家 分镜师 也是蜘蛛盒那套动画 其中一位导演 所以今集的分镜 三个导演其中一位 所以今集的分镜是挺精彩的 就是节奏 尤其是打的场面 打得很漂亮 今集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看到 hyperdrive ring 真的运作了 上一集我们看到 他掃描了hyperdrive ring 知道hyperdrive ring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 其实是一个超巨大的hyperdrive ring 你提过在电影第2 複製人战争里面 我们也看到 不过是用战斗机的小型 hyperdrive ring 今集我们看到是一个 OB-1用过 超级的hyperdrive ring 就是大到无论 那整个这么大的hyperdrive ring 来做什么呢 其实在第2集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用解体了的 Superstar Destroyer 的hyperdrive 来做出来的 所以第2集里面 讲到SSD 即是说的是Superstar Destroyer 就不是普通的Star Destroyer Superstar Destroyer 其实就是 Vader的旗舰 鬼子手 就是Superstar Destroyer 是 第2集的时候 提到公和国 没有那么大的船船 即是保持一只那么大的船 的话 其实运作成本是非常高的 新共和国是不用那么大的船 咦 有朋友就提出了 咦 那Starhawk的位置究竟是什么 因为如果在Squadron里面 我们看到 新共和国也有大型战艦 但Starhawk 其实就是 将 旧的Star Destroyer 拆件 用 重复它的 建材 即是某些模式 做了Starhawk Starhawk 也只有几首 Starhawk 1 就是Polotype 另外有Starhawk 2 有三隻 Starhawk 2 在Battle of Jakku里面也有参加 Starhawk 严格来说 是一只比Star Destroyer 大一点的 新共和军 超级战艦 就不是去到 Superstar Destroyer 那么夸张 那究竟 弄了这么大的 Hyperdrive ring 来做什么 猜猜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想将 索龙元帅的战艦 整只带回来 不奇 你看到形状 因为之前我是想 夹一架 Star Destroyer 我开始想到 那时候 是夹一架 战艦过去那边 接到某些人 回来的 现在看了电视剧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是特意去那边 好像带一些东西 回来 应该可能打算 带索龙元帅 那只Tramura 回来 所以就要这么大的 Hyperdrive ring 其实这个Hyperdrive ring 的概念 都可能是 这么巨型的Hyperdrive ring 都不是未出过的 以前EU 奥班辉也有出过的 但奥班辉的做法 就是用六支 老级战艦 绑一起 就变成 Hyperdrive ring 嗯 这个又是索龙元帅的小说 这个又是索龙元帅的小说 是 不过已经废掉了 是EU的东西 好了 今集我们真的看到The Ghost 出场了 是 大家眼里的网民 眼里的星球大战迷 竟然在几格之间 都被他们看到 在The Ghost的架势仓 里面 是放了一张Kalin的照片 是 看的时候真的一瞬即逝 我想你要看4K80吋才留意 但那班人我想是逐格在搜索 是的 我们看到The Ghost 又是老时尝出现的 Carson Trevor 即是金老板又出现了 金老板 大家看到金老板 那你用金老板 没练到其他电视罪 金老板暂时唯一一个 那么多个都有出的 贯穿了那么多个电视系列的 新共和国人物 应该是 Andor 没有 Andor 没有 Andor 和 Obi-W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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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Mandoverse 里面有 Mandoverse 里面有 Mandororian 和 Boba Fett 和Asoca 里面都有 金老板出场 为什么要称Paul Lee 做金老板呢 因为他是一个韩籍的加拿大演员 他有一个很出名的 sitcom 就叫做Kim's Convenience 金老板的便利店 亦都是因为这一套 sitcom John Fievel 和 Dave Verlone 就认识了他 就很喜欢看他们的 sitcom 其实是John Fievel的太太喜欢看的 那就惹了他们两个都看 他们两个说 不如请他来客串一个角色 所以就走了 Carson Teva 这个角色出现了 还有他是501的队员 没错 他也是501的队员 所以他也拍过一段视频 他去到视身的时候 他是瘋了 在第四日里 Bix 的头盔 是原装Bix 的头盔 他直接瘋了 因为他本身是Rebel Legion 和501的队员 他本身那套电视剧 上戏的演员也是在那套电视剧里面出来的 是啊 没错 Kim's Convenience 这个电视剧 在Netflix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上Netflix看 总共五季 我们之前说到罢工 其实金老板也是支援罢工的其中一原理 他在他自己本身的YouTube频道 都有提到他支持罢工 或者听他说两句 很短的就是这个 I'm just gonna say this right now There's some talk where everybody thinks it's an NDA KT Hey Good to see you buddy It's not an NDA Full disclosure I am actually I am not talking about any of the shows Currently That are on any streaming service right now Because my union is on strike And so that's it I'm gonna talk about toys I can talk about toys But I cannot talk about toys And I will not talk about these shows And I will not talk about these shows Becaus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picketing For transformative deals That better all of us And you know When this happens on this level Corporations are gonna have to start opening up And doing that For other professions too So it's not just actors and writers It's everybody who works for a corporation And it really is about getting a fair deal And once it's like a domino set Once one goes The next goes And next goes And holy crap Guess what People are gonna have to start being paid Their fair share From these corporations That are gouging us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o if you want to give it a hug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They're always by making a lot of art And you can do it specialize in the X-wing Thing you know Beijing is one character Remember It's Brandon Wayne 要拔枪的时候,就是他去做这些转枪 全部是真的,不是特技 好,这集接下来,打得很紧要 我们亦都在网上出现了有关 MAROK这个最后的Inquisitor 很多理论 暂时最后一个 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其他 但结果到了这集 大家都不用在这里猜 因为之前就有人 你说吧 之前有人猜是男主角 即是他们一直在找男主角 其实就是他 但我就已经说 不是,演员名单是两个不同的人 没理由,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又要过去 很奇怪 这个也没什么可能 因为本身的名字 人们在找的是 袁卓骑士其中一个 骑士的名字 他说他是因为老婆 勾老走了之后 他被一个女巫控制 变成了一只狼 名字的意思是这样的 那些人就在猜 究竟是不是 男主角回来之后 被女巫控制 变成奸 这是其中一个理论 然后我们自己几个人吹水 我就说 会不会是师傅 从头到尾死 被人洗脑 变成奸 那不是 现在 做狼的角色 那个演员 其实就是本身 在这个 游戏里面 做Starkula 然后那些人就在热痛控制 那些人就在热痛控制 那些人就在热痛控制 会不会是 David Lonnie 找回这游戏里面的角色 因为Starkula 其实是 Dark Vader的徒弟 之后再继续了一个 判军的logo 其实是 Starkula那边的嘉辉 这是医华 但在正传里面 其实是 十边的 图丫 衍生出来 是的 是的 那些人说 你不是那么好 他说出过这样的角色给我们 是 因为很神秘 Stark Vader说 他自己在这个系列中 有参与配音 但他又不肯说是什么角色 那些人就在猜 那当然我又不相信 所以 我自己的理论就是 你 结果我是猜中了 嘻嘻 现在 你的理论就是 现在的电视剧歌 只不过是一个 死亡了的Inquisitor 因为我上两个星期 跟你说过 David Lonnie 可能下一集就一刀捅死他 是的 接着真的下一刀捅死了 结果我是中了 但捅死这里 其实也是一个致敬 因为如果你看那个场面 你是熟日本电影的话 你会发觉 其实David Lonnie 在这里 是向黑澤民的村心剑致敬 如果在村心剑里面 最后那一幕 就是三船敏郎 和仲代达尺 对峙的时候 最后大家出的时候 只是一剑而已 然后仲代达尺就 噴血 那个场面真的很夸张 插了一条水喉 里面浸出血 射出来 看完之后 黑澤民自己觉得太夸张了 不过算了 就这样摆下去了 这样 就造成了这个 日本电影里面的一个名场面 上一次 David Lonnie 就向用心棒致敬 在《Mandalorian》第二季 《Asoka》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心棒的故事 当然 我也猜他会不会向村心剑致敬 今集果然是向村心剑致敬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找黑澤民的村心剑出来 就可以看回最后的场面 你就会知道 怎样说 对着《Asoka》在转剑的时候 你就知道判官是玩完的 还有我觉得他这幕有点迟 而《Rebels》里面 Obi-Win和《Dartmore》 最后打的那一刻 都是差不多的画面 其实都是向黑澤民这些取经 至于究竟是不是 女巫的巫术 控制这个《Maroc》呢 其实他一刺穿了之后 那些黑气走了出来 就整个好像一个气球放了气 大家如果有听我们上两集的节目 又去看《Tales of the Jedi》 《Resolve》那集 大家就知道 其实不是新东西 上一次的判官被《Asoka》中间斩开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头掉了 好像蝕了气 只剩下一个面具 所以其实是已经出过的东西 就并不是新东西 但刚才提到《Tales of the Jedi》 我上次没有提到 《Tales of the Jedi》是会有第二季的 Dave Filoni 上次在《星球大战》 在《星球大战》的时候 在《星球大战》里说 《Tales of the Jedi》做得很开心 亦都很受欢迎 所以《Tales of the Jedi》 是会有第二季的 至于《Tales of the Jedi》第二季 会不会遇到 一些我们在《Asoka》 听到的空白时间 我相信有机会的 另外是《Sabeen》那边 大家有没有留意 《Sabeen》那对手额 即是《Gonet》 不是叫手额 应该叫做护手额 是 如果有记忆的话 看回我们上次的单 有一集《The Trial of the Jedi》 《Rebels》的动画 大家就知道 《Sabeen》那对护手额 是怎样的 我们这里看到 她首先 是否用了《Sonic Blast》 但是Shin被捕 第二下 就放飞飙了 《Sabeen》没有强力的地方 就用《Mandororian》的战斗技巧 去捕捉 大家不要忘了 《Sabeen》是爆破系女子 你捉了她上船 就分分钟有去没回 順帶一提 Hot Toy 3 刚出现了 《Sabeen》1比6的预定 做得好像挺精細 最重要的是 有什么呢 有只猫 重点就是 这次是跟着猫 唯一美中不足 我觉得是没有《Jackpad》 不过真人那里没有出 因为动画有小型的《Jackpad》 但它的配件都算齊 都不错 大家赚得很重要 神态都做得很相似 而且眼珠是可以移动的 Hot Toys近来这些模型 都做到眼珠可以移动 不只是DX版 普通的MMS或者TMS 都可以有这个功能 我也要冲进去订 一会儿 说起来也是《The Ghost》 我们上两集提过 《The Ghost》中筹 刚刚早几天完结了 结果不出所料 就是在最后几个小时 是本来未去到最... 火速达标 对,火速达标 本来还差几千才到17000 解锁最后 解锁 在最后几个小时 忽然之间标高 最后那十个小时 累计是标了7000 现在最后呢 是以这个... 美国的数字来看 是以21768套 成功达标 我们上次说过 要成功达标 超额应购212% 才到 现在是完全超额 都应验了大家喜欢标美会 全然就是 今集是49分钟50秒 第六集都出了片长时间 大约是46分钟26秒左右 还有第五集呢 一个星期真的很长 哎,好辛苦 每个星期 虽然我星期五可以去看Foundation 但是就... 看下个星期就没了 小小资料补充 第五集呢 都是Dave Adly做导演的 亦都是 是不是星球大战史上第一次呢 他这一集里面 是会在美国 和全世界部分的戏院上的 那美国呢 是有十间戏院会上 第五集的 其他地方 我想大家就要去找一找 究竟哪个地方 要谷一谷的小 是呀 这个Elecan回归 哦,那类似啦 是的 那AMC波士顿 是有一间 芝加哥AMC 都是一间 达拉斯AMC 都是一间 但是应该火速 买了票 虽然只有一个星期时间 公布到真的做的时候 其实是不够七天的 是的 是的 基本上那天 其实都挺惊讶 那天stream完之后 立刻告诉大家 下一集在戏院有得看 是的 是的 为了庆祝Elecan回归 他应该很急 在第四集的尾 我们看到Elecan 由两个镜头出来了 那就是Hayden Christensen 回来 飾演Elecan 我只知道 那些人放大画面 看看Elecan 那把剑究竟是哪段时间的剑 是的 又在研究剑 哈哈 在研究剑 那把剑在决定 究竟是哪个剑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Elecan的存在 如果它是在 世中世界中界里面 它应该是一个神 是的 是的 刚才跟你说的 不说 那个理论 不免得 有剑透 究竟Asoca 怎样进入世中世界中界呢 这也是一个迷你 留意第五集 留意第五集 虽然我们觉得 有机会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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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一下 Asoca 如何把Asoca 在第四季 随着这个方向去估计 希望大家 喜欢今集的内容 如果喜欢看Asoca 或星球大战 都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那我们也是做一个回估 就是头四集 之后 完整八集的时候 我们也会找我们的朋友 一起 一起 大家坐定 一起说一下 我们已经预约了Wiki 就跟我们说 再有其他嘉宾 暂时不知道 但我们起码安全做Wiki 是的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 都看得很开心 我都很久没有见过 很久没有那么多朋友 看星球大战的时候 不是麻声四起 是的 还有尖叫声 多数是尖叫声 是的 个个都哇哇声 是的 好 如果喜欢今集的节目 麻烦大家帮我们 给个like 或者share给你们的朋友 好 下一集回来 就是跳了 本来你应该先做桂寒 但身痕也要先做一集 是 所以下一次回来 就是桂寒PotCon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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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